买东西打折促销很平常 但是买乐透也有满额送礼却是违法的 为了吸引买气 由彩券业者推出了买2000多元 就送一张的优惠措施来抢业绩 但是如此一来 没有财力的弱势却被排挤了 台材表示如果不改善的话 最终会撤销执照 大乐透竟然还有这种好康 就是因为彩券行越开越多竞争激烈 全台各地有不少业者为了抢业绩 冒着违法的风险进行送礼优惠 可以考虑啦 因为就免费啦 会特别去光顾一下这样子 就是看准民众的心态 业者已满2000送50 或满1万送300的彩券好康 拉拢客人 因为这个就是恶性竞争嘛 那我们都说没有啦 那当然业绩就会少一些 这样的行为不但破坏行规 更明显的违法 不能用折价跟预价的方式促销 他这个算是折价 那我们查证数字 就会取消这样的方式 财政行私之以满额折价 或送礼的方式 吸引民众购买 虽然民众赚到好康 但违法的行为 财政行将可能面临撤照的命运